引擎润滑油也称之为机油 不仅要确保引擎内部能得到全面的保护 同时也是引擎散热的最大功臣之一 所以机油对于引擎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而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 欧洲车都容易烧机油 而这迹象却很少出现在日系车上 那究竟为何德系车会常常出现这种现象 机油除了能保护引擎内部金属均得到润滑 还具有杜绝燃烧废物的功能 但这点和烧机油又有什么关系呢 烧机油是指引擎润滑油进入引擎内部并燃烧 要是你看到排气管喷蓝烟 那么就证明引擎已经开始烧机油了 最常见的影响轻则增加积碳抖动 引擎没有力等重则发动机大修 那为何只有德系车才容易出现烧机油呢 主要是因为德系车的气缸并非完全平整 气缸壁具有小小的孔洞 小洞就会填满机油 那么活塞在运作时就能得到更好的润滑性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耗更多的机油 此外德系车大部分都是涡轮引擎 而引擎是以运作的前提下设计的 所以当引擎冷却时 内部的基件就会缩小 缝隙变大后进入燃烧式的机油自然会比较多 就会出现烧机油的问题 加上涡轮引擎长期处于高温度 所以会让机油蒸发 那为何日系车也搭载涡轮引擎 但是日系涡轮引擎却很少出现此问题呢 主要是因为日系车的气缸相当平滑 加上工作温度也相对较低 缝隙小自然不大会烧机油 但就会加速气缸本体的消耗 长期下来就会影响引擎的寿命